讲圆形链的继承机制 圆形链 很多公司可能有时候面试还会这么问你 说GS的默认继承是什么 让他会这么问 有很多同学听到这个问题就蒙圈了 GS的默认继承 你知道GS的默认继承是什么 我们讲了一般就几种方式 第一种 你这个名字老吓我一跳 这种靠方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apply 其实它俩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还有一个叫proto time 圆形 圆形继承 哪个是默认 带来做个选择题 哪一个是默认 123 来三个选一个 GS的默认继承方式是谁 没错 没错是第三种 为什么是第三种 各位 为什么讲它是默认 来我们来仔细说一说 圆形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 是吧 来我们再画个图 如果我们把 画一个方块 它表示构造函数的话 它表示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 我再画一个 土圆 一般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实力对象 你要看现成的图 也行 但现成的图 一般人家画完了 你其实很难看得懂 因为你不知道从哪开始的是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们看图最大的一个难点 你不知道该从哪看 我给你从头画 好吧 虽然我的图画的丑了一点 是吧 你能懂意思就可以 来先说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我拗一下是不是能得到一个实力对象 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来注意看 这个呢 叫Prototype 换了就去睡吧 改天再看一行 实力对象怎么访问到圆形 先说构造函数怎么访问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写 点 Prototype 就行了 我们是不是就拿到 那如果通过对象 我们怎么拿到各位 这个写法大家知道吗 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写 对象 点 下滑线 下滑线 Protto 下滑线 下滑线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方方式虽然不一样 但其实我们拿到的是不是同一个对象 同一个吧 嗯 然后接着来 再看 再看 我们都应该知道 Prototype 圆形 它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 各位 它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 如果它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 那么 这个对象 就应该有它自己的构造函数 没错吧 实力对象 都应该有构造函数 它也是由构造函数生成的 那 接下来意味着什么 来 再画图 是不是意味着 它也能访问到自己的原型 想一想 是吧 而 而 这个 其实你看 这不就是GS里最基本的 继承吗 来 写一个代码 最简单的代码 一个 方式 叫 phone 手机 然后 然后各位 你看看 当我写 我写了这么一个函数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继承发生 大家告诉我 继承发生了没有 继承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 发生在哪呢 你虽然看不见 是吧 但浏览器就帮你做过了 已经发生了 它是这么发生的 phone.prototype type 等于 new object 那我应该写下面 是吧 各位看看 对不对 这句话 虽然我不用写 但是浏览器会自动帮我加的 你以为 为什么我们平时 你有一个phone出来 你能上来就突死菌 你这突死菌方法怎么来的 你想过没有 你凭什么能调这个方法 你这函数里写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写 为什么 这方法怎么来的 继承了谁 它继承的不就是object吗 是不是 这个就是gs的末日继承 好 我们再接着说 new出来的这个object 它也是一个对象 它虽然现在是phone的原型 可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对象 是吧 所以 这个原型对象 是不是应该也有自己的原型呢 第二 下滑线下滑线 proto 下滑线下滑线 各位 你觉得它应该等价于谁呢 放在这儿啊 它是不是应该等价于我们的object prototype 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是不是等价了 你要能看懂这句话 这就表示你理解了什么叫 语言形成继承 因为phone的prototype就是一个对象的实力吗 object它的实力 刚才我们说了通过一个对象实力是这个属性来访问 通过构造函数呢 就是这个属性来访问 但他们俩是同一个 所以他们是绝对等价了 明白了吧 包括 来 再说一个 你可能也没想过的 大家看 这解释一种创立对象的方式 各位 它等价于什么 它实际上 等价于 new一个 object 是吧 它等价于new一个object 继承的都是实力对象吗 当然 当然 所有的原型都是对象吗 所以肯定是实力对象 自灭量创建 其实跟这种写法是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语法上的差别 就这种写法完全等价于这种写法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你不要看这么写 好像没有原型什么事 其实它也是new出来的 对 这两个都指向原型对象 只是我们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去访问 那当然 回到这个图 你再来看 可能就更清楚一些了 我把这个字换一换 它就是我们的form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object 现在是不是清楚了一点 form的原型是谁 就是new了一个object 对吧 录播回头 回头 今天会把那个视频上传 然后我通过对象去访问 我就得用这个属性了 就下滑线 不告通 好 接着继续来 如果你看懂了 怎么跟面试官画数 那你就得画图 是吧 我跟你画你也可以给他画 如果面试的时候 他真的非要问你让你讲 那你就先用语言试着描述一下 如果他听懂了就可以 如果他说你不清楚 或者你觉得自己讲的不够清楚 你就干脆说有没有纸 我来给你画一下 是吧 其实画图应该是更好描述的 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 来思考这个 这是不是还是一个对象 object的原型 对吧 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请问这个对象 它的 电话面试 那就没辙了 那只能尽力吧 是吧 就你看着图说 对不对 看着这个图 你跟他讲 也可以啊 来 回到这儿啊 看这个 object的原型 应该也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请问 那请问这个对象 它有没有构造函数 它的构造函数是谁 来 我给大家看啊 我给大家看 你有一个 object 空的是吧 看这个对象是不是有一个属性 对吧 然后 这个属性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注意 这个对象呢 还有这个属性 prototype 我们就过去 我们还能拿到 实际上 来我直接写吧 object 逐出来 然后给它下滑线 proto 下滑线 依然是拿到了一个对象 好了 拿到这个圆形对象之后 如果我还想取这个对象的圆形 proto 那不好意思 它真的取不到了 我要从图上跟你解释呢 就是这样 如果你找这个对象的构造函数 它其实就是object 也就是这个对象 也是拗了一个object的拗出来的 还是它自己的实力 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试图再往下找 圆形 不好意思 这边是真没有了 它圆形是谁 它圆形其实就防不到了 对吧 就到顶层了 对的 那这边画个叉 没了 就取不出来了 object.create 我们es6 es6还是es5 我都不太记得 好像是es5吧 新增的create这个方法 其实就是以某个对象 为圆形 是吧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对象出来 这个就叫圆形链 链条怎么产生的 链条是不是就指在这儿 各位想想 你想 你有一个 你现在有一个对象 这实际对象 假设 它就叫a 然后a.score 假设这个对象叫a 是吧 它叫a 然后当你调用a.score的时候 它会干嘛 浏览器会干什么 浏览器是不是先从这个对象里找 看看有没有这个score 这个属性 没找到怎么办 没找到 沿着自己的圆形链条 来找到自己的圆形 来去这个圆形里看看 有没有这个属性 找了一圈没发现干嘛 继续沿着自己的圆形链 找到它的圆形 来去这里再找 看有没有 在哪找到 在哪找到就在哪算 是吧 找到了就答应 如果从头到尾都找不到 那就答应不出来了 明白了吗 没关系啊 如果时间不够 你不能继续听的 你明天可以看回放啊 咱们是有入屏的啊 所以我画了最后这个这个链条方向就是一个典型的圆形链 第一节课的还有录播吗 是昨天的吗 昨天也有啊 有的 好了 圆形链 咱们就先到这吧 好不好 好